欢迎收看大伯会员 我们是大白话 小白话 还有小包装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电影 叫做四目先生 这要不说 咱们来看电影吧 这不电影说的是啥呢 说要 那是发生在民国时期的故事 咱们的男主就是一对师兄弟 师兄叫做眼镜叔 师弟叫做好哥哥 没有错 他们两个曾经是香港僵尸片的经典人物 如今 一个地主家里闹僵尸 当然还是咱们师兄弟一起上 万万没想到啊 其实这两个僵尸是假的 是眼镜叔请来的群众演员 目的就是骗人家土财组的钱 好哥哥很看不起师兄的做法 那也没招啊 谁让人家是你师兄的 当然了 他们两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 好哥哥收养了很多很多的孤儿 每天同吃同睡 每天都教孩子们学习武功啥的 眼镜叔这边也有很多孩子 不过呢 都是有钱人家的 他也要每天教孩子们学习 但是这群富二代根本不好管 为了钱 眼镜叔也只能忍了 这一天 城里的土财组又一次找到了咱们眼镜叔 就说自己买了一块地 准备做房地产 于是就请咱们给看看风水啥的 眼镜叔到现场一看 不错不错 这里本来应该是一个好地方 但可是 还没能说但可是呢 工人们就发现了一个事情 原来呀 挖出了一口锅菜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眼镜叔接着说 但可是 现在这里变成了乱战港 因为前一次革命闹门疫 所以在这里死掉很多人 你给我一千块大洋 我就可以帮你搞定 结果豪哥哥来到这里反对师兄这么做 你反对也不好死 你说反对就反对 我不要面子啊 师兄还让土财主把官权送到自己家里 研究研究 豪哥依然反对 依然不好死 其实咱们眼镜叔是看官权物料好 结果万万没想到 里面竟然还有一只小僵尸 这可不是一般的小僵尸 因为他还会超能力 咱们以前见过的都是咬人的 这个小僵尸不是 就算豪哥哥来想要收了小僵尸 那也没有实力 直接被人家给一顿放便 当时这两个师兄弟毛都炸了 小僵尸也趁机逃走 这个事情正好被咱们的反派看见 他们也想抓到小僵尸 可惜啊 人家没出手就给咱们吓得不行不行的 最终这个小僵尸 还是躲在豪哥哥家里的厨房 然后遇了这里的一个小妹妹 并且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看到小僵尸会隔空取悟 小妹妹高兴的不得了 时间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小妹妹就来了所有孤儿 大家跟小僵尸都成为了好朋友 小孩子们的友情就是简单纯粹 不像我们大人掺杂的太多 眼镜叔和豪哥哥依然在场里寻找小僵尸 他们永远想不到其实就在他们家里 而且还跟孩子们一起玩 由于这一天是灯会 所以孩子们带着小僵尸还一起出去溜了 结果跟富家子弟的孩子们 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 富家子弟欺负小妹妹 小僵尸用超能力教学了富家小胖子 豪哥哥他们起始赶到 然后就制服了小僵尸 就算孩子们求情也不好使 毕竟这是一只僵尸啊 回到家里之后眼镜叔也求情 可是出去之后发现小僵尸竟然不见了 原来是被孩子们放走 不过在外路的时候 坏蛋又出现抢走了小僵尸 这扯淡不扯淡 一个小僵尸都抢来抢去的干啥玩意呢 还好咱们有一个小弟弟跑的很快 你们开车都不行 愣是没比咱们小弟弟快多少 经过小弟弟这么一看才知道 原来有一个博士在幕后 他们超过小僵尸的血进行研究做成事迹 然后给一只小奶狗注射之后 几分钟就变成了大狼狗 我的天哪 如果这个效果可以放在局部的话 那可就发财了 广告词我都想好了 小僵尸牌穷地 想到哪里 大哪里 孩子们都知道小僵尸在哪里之后 决定要拯救他 结果被博士和手下发现 本来孩子们轰走就可以 没想到女手下竟然是一个狠人 直接掏枪 就算博士说话也不好使 原来他是另外一个组织的人 根本不归博士馆 现在小僵尸很吃鞋 而这个大伯妹子还有枪 所有小孩子们都很危险 这可咋能啊 还好豪哥哥和眼镜叔 听其他小孩说出了消息 然后一路奔波 前往博士的实验室 虽然这个时候博士良心发现 用智慧打魂了大伯妹子 也放开了小僵尸 让他帮助其他小孩子们 但可是幕后组织的人也来到这里 大伯妹子也苏醒过来 豪哥哥和眼镜叔 只能跟这帮人开始大战 豪哥哥不用多说 年纪大了腿脚还很方便 面对敌人还真是宝刀不老 丁方一边的眼睛叔 虽然功夫不好 那也是一顿乱砍 坏蛋们还真有点招架不住 当然了 最终的结果是圆满的 坏蛋们一看根本不是对手 杀腿就跑 不跟咱们扯蛋 你要问我这帮坏蛋到底是谁 我也不知道 反正电影没介绍 就那样 小僵尸和小孩子们安然无恙 豪哥哥一看 这个小僵尸还挺有人性的 于是就答应让他跟孩子们 以后一起生活 当时小僵尸就很高兴 用超能力给咱们一顿稀罕 电影人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人告诉我们一个傻道理人 这年头你要享火就要会点绝活 僵尸没有超能力早就被收了 好了 喜欢我就点击观众吧 摸摸摸